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多謝收看START TALK 我是陳偉強講師 中秋節快到了 今年的中秋節比較特別 也是我們的國慶 也是實施國安法第一個國慶的日子 當然中央政府就會非常緊張這個日子 希望香港可以在這一天可以穩定 以及可以在一家團圓的日子 不過很可惜最近民陣發起一個遊行 向警方申請希望可以合法遊行 但警方反對 就算是上訴委員會也反對 警方反對的理由有兩個 第一就是疫情嚴重 這個我也同意 現在香港其實也未去到所謂零肅清的數字 也有一些隱形的帶菌者可能會傳播這個病毒 但是我覺得更加一個重要的論點 民陣在昨天故意避開了 就是沒有說的 民陣經常都說在疫情方面可以做得好 會叫一些遊行的人士可能保持距離 或者會去量體溫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民陣可不可以保證到 遊行的人士不會演變成一個暴力的衝突 因為我們看回今年其實就無論是7月1號或者831 原先都是和平遊行的 但到最後都演變成暴力的騷亂 而且警方也都在網上看到有很多想參與的人 會計劃倒路、縱火、甚至破壞一些藍店 其實警方是有責任保護小市民的安全 以及保護商店 其實就是有權利去正常運作 所以我覺得警方反對這個遊行 其實理由就很充分 另外民陣這次遊行發起的口號或訴求 除了五大訴求之外 就說希望中國政府 即是我們的政府 就盡快釋放那12位非法入境 即是偷渡想去台灣的人士 然後就希望他盡快交回來香港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很合理的 首先這12位人士就涉嫌其實在香港已經是犯下嚴重的罪行 有些是國安法 有些可能是藏有一些武器 而且這12個人士也都沒有承擔 他本身就畏罪潛逃 然後就登上一艘船 然後就上去台灣 但就非法闖入了中國的海域 所以就被中國的執法者逮捕了 正常任何人其實逮捕了 涉嫌是偷渡或非法入境 當然在當地就要接受當地法律的制裁 我們過去香港都有很多香港市民在外地其實犯了法 過去都有知名人士犯了法 又在外地接受審判 我們很少看到有人是會叫香港特區政府施加壓力 叫其他外國政府不要將犯法的人誠於法 其實這個是絕對不合理的 現在要求中央政府不要在內地執法 又釋放這12個人 其實不單止是中國的法律如無物 其實某個情況也都潛踏了內地的法律 因為基本上其實他在內地犯了法 第一當然就要調查清楚 除了可能是偷渡之外 還會不會有牽涉其他罪行 而且其實他這個犯法是在內地犯法 不是純粹有關香港人的事 內地有關的地區政府也都要向內地的人 可能是要有一個交代的 可能內地的同胞可能會說 你香港人原來回內地犯了法 是不用受法律的制裁 但是我們內地人其實來到香港犯了法 要受香港的法律制裁 另外在內地也要受自己的法律制裁 那麼你香港人是不是高高在上 就不受內地的法律呢 這個是不公道的 所以就基本上這個民陣 其實這個呼籲不單止不合理 其實也不合法